另外一个我再想重申一遍 兄弟姐妹们啊 全球各地农场都在依法灭贼呢 所有到前线去的车费、油费、吃饭费用、喝水费用、交通费用 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律师费用、余律报销 法治基金不过的钱完全由我出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不报销 这个钱不让这边出的 你们就不要到前线去 不要以法灭贼 不要以法灭贼 这是原则啊 各农场地区负责人 咱本着这个原则 你们不要让战友们出钱 战友们哪有一个战友们走到前线去 兄弟姐妹再让他们再花钱 这还有天理没有了 有些人在家里享受着这个福利、待遇不出来 是不是啊 自己偷偷乐 对着电视机 吹着空调 弄着菜 是不是啊 甚至还搞双修 对不对 让战友们上前线 然后去冒着风险 然后被警察问话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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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让他们花钱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呀 咱农场的主 这头都在加拿大 你看加拿大有几个几个头出来的 有几个头站出来的呀 是不是啊 头都不出来 让这些战友这样弄去 那凭啥呀 这不存在官僚吗 所以说我能做的 我没办法我立即到前线 请给我这个机会 我再次重申 只要是不要 报这些费用 你们都不要上前线去 所有像洛杉矶昨天发生的事情 像美东发生的所有这些律师费用 所有的议料费用都将这边报销 报销 这边法制机发生不会报销 我全部由我来出 好吧 谢谢兄弟姐妹们 千万别再虐文贵的心啊 给我点出钱的机会啊 再次拜托大家啊 这个长岛秘书长和雪冰主席啊 咱们在前线的战友必须吃好喝好 这个咱必须落实到位 郡郭同志你必须要落实到位 依法灭贼 维护美国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安全 要大家吃好喝好啊 谢谢啊